庄严的佛号声中 一大清早在慈悸禁思经社法师的带领之下 家属、医师和医学生们 要送八位无语良师最后一程 吴建民老师生前信仰基督教 因为深受慈悸人的关怀而感动 投入影视志工行列17年 坚守岗位记录慈悸的历史 而他愿意捐赠大体 则是因为第二个儿子 在驾驶战机中差点失去性命 让他体认到生命的无偿 他说反正你死了以后 假如说把他火化掉 然后也不环保 然后你要葬在土里面 长区桥都不环保 所以我们就把他卷出来 竟然他也如愿 这一次还有八位来自新加坡 国立大学的医学生 也来到慈激大学 在模拟手术的课程中 上了一堂对于生命的震撼教育 失去他们的至爱至亲的当儿 他们却愿意将他们的大体 给予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 来作与而学习之用 所以对于这一点 我们也非常非常感激 宋宁仪式庄严书胜 为的就是要让无语良师 能够走得清安自在 并成员再来 大学新闻 恬爱庭宫国家 华联报导 慈激教育置业的学生